四小时在闻闹 妈妈的宝贝 黑人陈剑舟昨透露亲妹Vicky被攻凝异常 住院长达54天 如今已出院 但必须等待器官移植 妻子范范范韦琪今天也在爱之发生加油打气 由于Vicky被攻凝异常不能太喘 陈剑舟被妹妹上楼梯表示 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背着她是什么时候了 她也感谢医院的用心照顾 其实多有人们这段期间的协助 接下来是等待器官移植才有机会 回家 真心的工作 怎么叫直心找办法 可以 慢慢来 嫂嫂范范也在IG喊话 妹每日每夜为你祷告 希望能等到适合移植的肺 也感谢你那么勇敢坚强的努力 让自己能继续陪伴着两个宝贝 同时透露想到两年多前 对方也生下一对龙凤双胞胎宝贝 并附上一段庆祝母亲节的影片 片中Vicky的龙凤胎 以至嫩嗓音献唱妈妈宝贝歌词 影片曝光后网友都累奔 纷纷替Vicky打气 我也要一起祷告 一定有奇迹 相信就可以有信心 有办法加油加油 加油 早日康复 上帝祝福 平安健康 你现在几公斤 你现在几公斤 可理啊 你OK吗 回家好了 好 真心的工程 怎么叫慈心长 慢慢来 陈建州 黑人 跟女星范围奇遇有双胞胎菲菲 想想 近年她努力生根在直栏PLG 经常在社群分享生活点滴的她 近31日图在社群晒出一部影片并自曝妹妹身重病 帖文中她写到妹妹住院24天终于可以出院了 因为她的肺功能尽量不能太喘 所以只能背着她上楼 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背着她是什么时候了 文莫她也沉痛表示妹妹接下来就是要等待器官移植才有机会 一切就交给上帝来安排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意 加油加油我们都为你祷告 影片中陈建州开车接妹妹Vicky从台大出院 并关心妹妹问到现在状况还OK吗 妹妹回应表示非常谢谢台大医院 现在血氧心跳仍然比较快 陈建州接着将妹妹再到家中 孩子拍背她上楼回家 让妹妹害臊表示这是什么画面 我现在54公斤 兄妹好感情密于言表 你现在几公斤 1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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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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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OK吗 可以 可以 回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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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好 帮我拿一下 拿一只 最后妹妹睽違24天终于回到家的画面相当温馨感人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打气留言加油 早日康复一切平安 对 谢谢 抓一扇扇扇子 谢谢